客观评价习近平 下作者方舟与中国 波甲夏秋年 宗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 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寻常理的官员 如果说人们对博的开放态度会响入非非 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 曾有人认真对此分析 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 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人或反讽习近平 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 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 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 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 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 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 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 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 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 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 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 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 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 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的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 并层层消失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 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 看似毫无章法 但却精准的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 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 在不断的拆解这个极权政府 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 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 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 显得义无反顾 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 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 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 毕竟习仲勋很开明 但这个开明的人 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 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 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 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 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 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 例如薄熙来身上 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 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 父辈一致 利用极权引发变革 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 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 而这种行动 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了解得十分透彻 才能胜任 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 习专制的外表下 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 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 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 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为奸的独裁者 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 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 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 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 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 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 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 然后自觉的推动民主 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 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 这本身就很荒诞 在专制国家 政局的转变更多是实事实然 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 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 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 让人民麻木 相较而言 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木 因为它存在很多思想盲区 而且比较倔强 它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 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 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 如果不是邓小平 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 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 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 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 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 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 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 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 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 其破坏就越深入 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 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 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 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 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几千年被集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 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 古语有云 兵者 鬼道也 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 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 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 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 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 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 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 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 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 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 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 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 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 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 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 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 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拨 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 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 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 而他却很不甘心 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 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 都只会是一个过度领袖 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 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 以至于有人疑惑 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 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虾平习可忍孰不可忍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的 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 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 去管控党内高层 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 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 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 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 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 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 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 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 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 带有一股杀伐气 他们早已在安稳和义乐的生活中变得唯靡 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 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 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 而且就性格来说 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 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 才得以让他威风扒面 虾平 山上无老虎 猴子撑大王 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 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 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 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 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 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 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 和失去退路的无奈 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 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 针对这种脾性 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 他们会堵塞他的沿路 并为他的错误圆场 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 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 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 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 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 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 从而创造政治契机 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 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 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 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 去挑动亚洲的局势 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 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 但在既定利益面前 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 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 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 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力 去与世界冷战 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 最终会触犯众怒 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 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 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 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 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 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强倒众人推的局面 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 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 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 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 曾记录了他的过往 他当年接受采访时 显得思路流畅 吐字清晰 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 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 他向大家说 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 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 他早年双目有光 显得平和而谦逊 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 却日渐衰退 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 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虾平 英雄本色不在 但至少还保持着狗雄本色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他的神采 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 或许成为最高领袖 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 他的家庭 婚姻和友谊 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 所获得的胜利 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 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 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 2022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 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 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 并在2027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 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 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 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 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 反差的时空中 他可能在内心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地 但最终会明白 这不过是黄粱一梦 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 对他来说 该来的总会来 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 去跟随他一起父王 即便是他的支持者 也会与他渐行渐远 而当大家都离去 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 穷穷竭力时 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全文完 各位听友 接下来 以使维建频道将继续播出 方舟与中国在同一天发表的客观评价薄熙来一文 敬请收听 请不吝点赞 – 欢迎订阅 – 欢迎订阅河